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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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兵竞赛正在紧张进行 来自中国 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亚美尼亚 和津巴布韦七国代表队 展开激烈角逐 陆军第74集团军 某特战旅派出了12名 参赛选手 黄欣是 其中的一位 他曾多次 扬名世界赛场 那么这次他将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俄罗斯举办的国际军事竞赛 被称为军中奥林匹克 其中侦察兼兵环节 具有很高的挑战性 一共分为 激将 核击行军 驾驶员竞赛 侦察兵小路障碍 射击 集结五个阶段 这是中国代表队 第三次受邀参加比赛 在第一阶段 激将 激行军科目中 按方位脚行进 是第一阶段的重头戏 赛事规定黄欣作为班长 要带领九名队员 完成按方位脚行进 11.2公里 除携带武器装备外 侦察班十名队员 每人还要负重15公斤以上 在三个小时以内完成科目 期间还要找到九个检查点 黄欣本以为会进展顺利 结果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 在我们的出发点的左右 各插着一面红旗 他就跟我讲 跟我用脂体一样跟我讲 他说在两面红旗之间 线上面那都是你的脸 当时我就很惊讶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搞定义学这么多年 我从里面感觉一个出发点 变成一个线了 那这个偏差很大了 因为没有准确的出发点 加上语言不通 交流不差 黄欣和队员们的行军 从一开始就输在了旗跑线上 我们这个理论上面是 一千米的话 一度的话 偏差十六点七 但是两个点 它距离要十米 应该不止一度了 起码是几度以上了 六七度了 那一千米的话 它可能偏了一百米了 一百米我们去拿着找点 基本上找不到点了 尽管前方路途未知 但是黄欣并没有惊慌失措 而是果断布置了行军路线 然而 陌生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 只被遮天蔽日 没有任何参照物 每一步行进都十分艰难 刚刚走出不到五十米 就是个大山谷 那个找着立的话 起码有五百米多米的样子 一脚下去 起码就 把那个膝盖给淹没了 真是喊天天不应那种感觉 我说 其实我知道只能靠我自己了 也只能靠我这个班长的指挥了 用支北针把握方向 用脚步丈量距离 经过47分钟的苦苦寻找 队员们终于找到了第一个检查点 可是这个成绩让黄欣很是着急 三小时第一个点 两公里用了用47分钟的 你什么概念 很着急的 第二个点又是这样的 又在山谷里面 后面二三四二点都是这样的 打造那种责任感 紧迫感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我的内心的想法 虽然黄欣和队友们陆续找到了 二三四三个检查点 可是时间已所剩无几 而此时更为严峻的事情发生了 方向都在山坡上面 山坡嘛 斜面上面 你抬腿走的话 走多了的话 走几公里下来 大的抽筋 这是很正常的事 当时我的右大腿 四眼的抽筋的状况了 就是说跑已经跑不起来了 但是我不能别露出来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到这一步了 假如我再讲出来 他们都没有支柱了 他入伍十一年来 参加各类的比武竞赛 身上积累了很多的伤病 比如说他有肾结石 一直没有治愈 作为旅队最信任的人 安排到这个岗位上 他会给别人做出一个样子来 2006年 黄欣入伍后 一直就是班里的训练尖子 每年屡里比武 他总是名列前茅 2012年 黄欣被任命为特战一连排长 2016年6月 黄欣赴巴西 参加国际丛林巡逻比赛 在遇而归不足20天 他就接到了参加俄罗斯 侦查兼兵比武的通知 从2月13号集训开始 前面一个月我不是班长 也不是副班长 更加不是古班 就是一个普通队员 他认为人的极限 就是没有极限 他会不断地超越自己 从来不会认为自己 或者是借口自己 年龄大了 训练 垂直 就可以比别人慢上几秒 凭借不怕输的劲头 黄欣通过了一轮轮淘汰考核 最终走到了国际赛场 而此时黄欣虽然可以忍受伤痛 可是他不得不面对 队员相继受伤的事实 一直是在半山腰上走 这个腿还一直长一直短 当时是有一个人脚扭到了 有一个手部手割伤了 流了很多的血 下山骨上斜面 下山骨上斜面 就这么反复地折腾 因为四米同都出镜了 总共十个人怎么办 再走斜坡走山坡的话 我们体力肯定会不支 这个任务可能很难 很难顺利完成 一边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检员 一边是所剩不多的时间 此时黄欣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从山坡往山顶上面平移 就平推平移过来 等到点之后 军队到了之后再移过来 它那个山顶是什么样的 这颗山顶是平的 所以说虾都是比较缓的 那种路 这个方法我在国内试过 但是不怎么敢试 说实话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 黄欣临时改变行径路线 这对于原本就方向偏差的中国队员来说 无疑是兵行险招 如果说我们偏离的角度的话 那一个点就找不到了 剩下的点基本上就全部 基本上找不到 但是我班长那时候感觉 我看他的眼神就感觉有点那种 羞辱程度的感觉 我心里面我始终有一个 可以肯定的就是说 你技能再强大 你这个脑袋不够灵活 心里素质不够强 那都等于你 凭借过硬的素质和顽强的毅力 黄欣和队员们相互鼓励 最终中国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竞赛 用时两小时45分 排名第四 障碍再多 那都不是问题 关在习近平的把个障碍 越过去 你才能整个科目的障碍 都能想办法过去 胖家把你自己在关 这一关关不了 就把自己给卡住了 怕死了 经历了起点方向偏差 临时改变战术协同和客场作战不利 黄欣和战友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迎接更为残酷的竞赛 我叫黄欣 出生在湖南龙回 现在是陆军 第74级南军 我特战旅 特战尖刀一年 副连长 我站在了第四届 俄罗斯政大尖兵 国际比武的赛场上 与七个国家的特农兵 投台竞技 中部队 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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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欣 不怕输在旗炮线 首轮比赛当中 中国队虽然没有取得骄人的成绩 但是却在黄欣的带领下突出重围 顽强地走到了最后 这也使队员们士气大增 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驾驶员竞赛中 队员们一鼓作气 分别取得了部战车复杂路段驾驶第二名 和搬运商员隐蔽接敌等科目第一名的好成绩 总成绩暂列第二名 然而对于黄欣来说 要想带领中国队逆袭成功 还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两个阶段的竞赛过后 中国队排名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 可是接下来的侦察兵 小路障碍科目 却是中国队的短板 他这个障碍确实在实战尤其很高 他每个障碍设置 第一个很考验班长的组织协同和指挥 把他决策 你怎么样把这么多十个队员 把所有的力气 把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一起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说没有一个人带头 那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看法 侦察兵小路障碍阶段 黄欣和九名战友需要按照前方组 核心组 后方组的顺序 一次通过雷区 残墙 等22组障碍物 完成总长度为800米的综合障碍 黄欣 黄欣虽然有国际比武的经验 可是侦察兵小路障碍 他也是第一次接触 从刚开始备战的时候 这个科目就是最让他头疼的 我们继续这个兵器推演 前往的第二名 到位 警戒 后方组第一个 到位 他接着他 都会警戒 是不是 这个时候 他过来 喊到齐 我在前进 懂了没有 这是整个流程 第一条 过每个障碍物 不能同时出现 两能以下战力 足与足之间 不能相互帮助 帮助一次 扣五分 三能战力一次 扣五分 我们在国内反复推敲 反复训练 反复的 那个 很容易出现 三能以下战力的 一直到国外比武的前一天 我们都在训练 讲这个问题 其实黄欣心里清楚 要想队员们配合默契 就必须发挥 每个队员的潜能 让整体实力达到顶峰 为此黄欣 没少动脑筋 先单兵单个障碍物 再小组单个障碍物 再小组多个障碍物 就是每个人 干什么事 定人定感定位 在哪个障碍物 用什么的 什么方式 去掩护 什么故障碍物 他都是要检究的 他能够对这个美名 自己的队员 都有一个很理性的分析 谁是谁 可以担任通行厅 谁是谁 可以担任 这个包包手 他就是给予智慧 和我们的坚韧的品质 与医生的 一个有头脑 同时也有这个 身体素质的一个 很优秀的一个特征力 经过反复磨合 黄鑫以最快的速度 完成了侦察兵 小路障碍的训练 因此比赛当天 他也是信心满满 想在这个科目 实现反超 可是没有想到 意外发生了 为了增加竞赛的难度 主办方临时增加了 多个障碍物的高度 这对于中国队来说 无疑是很大的挑战 佛罗斯的队员身高 我们要高一些 但是我们的队员身高 也不是很矮 因为我们毕竟 多数是南方的这个兵员 稍微要低一点 对我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黄鑫不得不利用 赛前一个小时 适应场地的时间 来寻找应对的方法 队员维士忌 身高只有一米七 几次适应性训练 都无法通过障碍墙 那天我适应了 第一次跳不上去 第二次还跳不上去 在那里怎么跳都跳不上去 然后在旁边那些国家 看他们那种眼神 就是感觉我们 中国军队人那种不行 后方总不能协助 你必须一个人通过 我说你有没有信心 他说完了我可以 但是说实话 这不是一句可以就能行的 干涉可是都有预案的嘛 这个还是考虑的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黄鑫还是给维士忌 准备了应对方案 登墙没有弧度 登墙要这样登 要这样登 动起马上一跃 拽住那个墙沿 上沿 靠着我们的手指力量 拉臂 立马刷那臂上去 玻璃扎为难 本来把那方法交给了 然后我就再来一次 我说既然把它这么鼓励 然后我就这么吸引 我再来一次 我第二次然后上去了 然后我们反来的时候 嗯 可以 就我们这个方法 对立面 好 好好 中央队 对 对 比赛正式开始 连续翻阅几个障碍过后 黄鑫带领队员们 来到了玻璃查围栏前 此时他的心再一次悬了起来 你肩部就上去了 当时很险恶 就他的手指 把它在前线上面 靠指力 把重心拿上去 你知道他的重量 他体重 再加了个装具 三个多斤 还是学定的这种力量 这次奋力一跃 让中国队距离终点线 又进了一步 也让所有的队员 信心倍增 队员们一鼓作气 用时39分32秒 完成侦察兵小路障碍 取得了中国队 在这个项目的最好成绩 在任何困难面前 我可能想到不说 先就把它做几十 我可以慢慢进步 就是说谁都不要放弃自己 不知道 跑去不放弃 这个力量是很简单 做起来很难 在黄鑫的带领下 中国队最终取得了 侦察兼兵五个科目第一 四个阶段第二 三个最佳能手 总评第二的好成绩 赛后 俄罗斯参赛队班长 找到黄鑫 用军礼表达了 他对中国军人的敬佩 时刻做好 最坏的打算 和最好的准备 才能克敌之身 军人崇尚荣誉 但荣誉只代表过去 回到部队 黄鑫就全身心 投入到训练当中 并且把比赛当中 好的经验和做法 传授给身边的战友 在采访当中 黄鑫告诉我们 赛场犹如战场 你根本无法预知 唯一能做的 就是做最坏的打算 然后做最好的准备 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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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